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99集 王妃找我何事 好气楼茶室 豫王早已没有争名夺利的心思 所以能还我人情 倘若他还是当初那个豫王 恐怕不会轻易答应我 至于曹国公 他和镇北王的副将联合 谋划我的金刚不败 我记得卫公说过 朝堂之争就是利益之争 要学会妥协 于是我就答应他的要求 许清安捧着茶 坐在采光通透的茶室里 扭头看向瞭望台上 晒着太阳 眺望风景的魏冤 魏冤汉手 不错 你悟性是有的 可惜脾性难改 不适合朝堂 主要是卫公教得好 许清安谦虚的 魏冤笑了笑 双手按在护栏望着春河日丽的景色 许久后问道 科举舞弊案 你四处奔波 连衙门都没怎么待 辛苦了 但也学到了很多 许清安回应 磁溜喝了一口茶水 魏冤笑呵呵的 领会我的要点 许白嫖愣了一下 有种不好的预感 辛苦啊 魏冤摇头 没有转身 语气温和的说道 嗯 没怎么在衙门待 啊 魏冤顺势说道 嗯 所以啊 这个月的月份 没了 许清安目光呆着 呆呆地看着魏清姨的背影 哭丧着脸 魏公 我这个月的俸禄早就没了 哦 是吗 魏冤一正缓缓点头 哼 嗯 那下个月的也没了 啊 我 我是不是哪里惹他不高兴啊 聪明的许白嫖 没有纠结这个话题 永远不要和领导较劲 只会自讨没趣 魏公 那镇北王的副将 怎么回京了 北边局势紧张 缺了良想 回来要银子的 镇北王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哼 霸道的人 哦 霸道的人往往不能讲理 且因为亲王的身份 可一定程度的漠视规矩 许清安这样在心里判断 告别魏冤 他骑上了小木马 哒哒哒地奔向了淮王府 现在 他要履行成络 去找镇北王副将 很奇怪啊 楚相龙让我在事情完结后 去镇北王府找他 这说明他回京这段时间 不是住在自己家 而是住在镇北王府 而镇北王在边关 府上只有一位 第一美人的王妃 从镇北王的角度 肯定是不可能让自己的小弟 和寡局的妃子 住在一个屋檐下的 可楚相龙偏偏这么做了 而且堂而皇之 毫不掩饰这意味着 楚相龙是得镇北王受益 镇北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对副将的信任 要远高于王妃 怀王府 外厅 青纱蒙面穿着华美公裙的女子 坐在桌案上摆弄茶具 厅里浑身腹甲 腰垮佩刀的楚相龙昂然而立 目光锐利的盯着王妃 沉声说道 听府上侍卫说 王妃无故失踪了两次 青纱蒙面的女子 冲耳不闻 低头摆弄茶具 动作轻柔 姿态优雅 王妃是怎么瞒过府上侍卫的 又是如何瞒过司天剑术事 您近来见了什么人 遇到了什么事 郭早 青纱蒙面的女子 青醋眉头声音高冷 你在质问我 不敢 楚相龙低头 淡淡说道 卑职这趟返京 除了问陛下讨要君相 再就是接王妃去北边 与王爷相见 您早做准备 顿了顿 她抬起头盯着 女人灵动秀美的毛子 我这段时间 都会在王府里待着 王妃想出门的话 卑职会全程陪同 蒙面女子漠然不语 这个时候 一名侍卫步入厅中抱拳 楚将军 阴罗许千就见 楚相龙汉手 看了王妃一眼 拱手抱拳 退出了大厅 许千安 她来王府做什么 蒙面女子低着头 眼睛转动 透着脚侠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待客的大厅里 许千安坐在椅子上 手里捧着婢女气的茶 脚边立着一个布袋 膝盖那么高 她安静的坐了几分钟 耳阔微动 听见了鳞片晃动的响声 紧接着便看见楚相龙跨过门槛 静止入内 多谢楚将军和曹国公出手相助 许千安这话说的没诚意 因为他连起身都没有 便说着便喝了口茶 楚相龙并不在意 审视他一眼 目光随后落在许千安脚边的布袋 东西呢 许千安放下茶杯 打开布袋 露出一尊石雕的佛像 道工几茶 比初学者还不如呢 楚相龙的眼神 顿时火热起来 灼灼的盯着佛像 尽管他雕刻的简陋 面目只有一个轮廓 但那股似有似无的佛运 让人意识到他的不凡 金刚神功的奥义 我刻露在佛像里了 至于能不能修成 这是将军你的事 自然 楚相龙收回目光 看着许千安满意汗手 你是个有信誉的人 哼 我要是没信誉 你就会说 凭你一个小小银罗 也敢出尔反尔 纵使是为冤也保不了你 许千安在心里冷笑 表面呢不动声色 其实这功法本身就是白转 楚将军若是有意 五百两银子我就卖了 犯不着那么麻烦 楚相龙走过来 用布袋包好佛像 拎在手里 脸色带着野鱼和嘲弄 能略施小记就得手的东西 我觉得不值得花五百两 当然 佛门金身千金难买 徐阴罗 走好 不送 佛门金身千金难买 说不配你花钱呗 许千安丝毫不动怒 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转身便走 刚行至庭院便看见一位 婢子匆匆而来 这位可是许千安 许盈罗 嗯 正是在下 我叫王妃想见你 这美王妃要见我 大凤第一美人要见我 嗯 这个可以有啊 许千安对那位 九福盛名的女子万分好奇 反正只是见个面 没大碍的吧 请姐姐带路 婢子带着许千安 穿过曲折的回廊 穿过庭院和花园 走了一刻钟 才来到目的地 那是一座 四面垂下围蔓的亭子 隐约可见一道曼庙的身影 坐在躺椅上 手里握着一卷书 许千安努力想看清 她的容貌 却发现维曼后还有一层面纱 你就是许千安 维曼里 传来成熟女性的嗓音 清冷中带有瓷性 虽然看不清容貌 但是声音很好听 许千安抱拳 王妃找我何事 梁亭里的女人冷哼了一声 听说你在五门外 一人当百官 做师嘲讽 可有此事 年少轻狂 一时冲动 惭愧惭愧 你也会惭愧 呸 梁亭里的女人沉默了片刻 送客 嗯 就这 许千安有些茫然的看了一眼 亭子里的女人 转身 跟在婢女身后 就在这时 亭子里忽然指出一定 黄灯灯的物件 咚的砸在许千安背上 啊 王妃为何砸我 许千安回过身来 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黄金 他没有得到神绝对危险的预警 这意味着刚才没有危机 但他有些生气 亭子里的女人不搭理他 许千安眼里闪过疑惑 见王妃不解释 他便俯身捡起黄金 面不改色的揣自己兜里 下次王妃要砸我 记得用金砖 许千安嘲讽了一句 跟着婢子离开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阥 订队